來 接著我們來看 這個鴨軸紅寶石 這個紅寶石而言 這顆實在是很大顆 有足足有9克拉多 這是誰買的 一丁我買的 你買多少錢 那時候買1萬塊的米金 不是啦 10萬 你說不定 1萬塊 1萬 不是 說不定 10萬塊 10萬 1公元 你是做什麼生意 為什麼會拿10萬塊 朋友要週轉 週轉 對 10萬快樂不是買 他不是買 他是其實就是幫忙朋友 然後剛好買這個送給老婆 也沒有 自己偷偷藏起來 對 藏起來 好 那你現在就想說 的確啦 最近我們去看那個 東京國際初報宅 是的 那個無燒的緬甸紅寶 我說的是無燒 是 長得好貴 很貴 而且5克拉以上沒貨 對 光1克拉的行情 現在 在我們在市面上買的話 可能就要超過2萬美金以上 像我 1克拉要60萬 要 68萬 來 68萬 34 而且如果超過3克拉 那個價錢又要再跳一級 對不對 超過5克拉 超過5克拉 他們說因為5克拉的無燒紅寶很難找 是的 幾乎沒有人告訴你它有貨 是啊 這是 這是物換心理也差那麼多 以前 前一陣子我看了一顆4克拉紅寶石 它是標榜無燒的緬甸的 是 它要多少錢呢 多少 它開價是680萬 680萬裡面 我還在笑笑的說 這個當年 我們在Juan W 10萬塊我都還考慮考慮 10萬塊台幣都還考慮 台幣 因為它誤誤的 但是呢 底其確確 不能否認這個事實 現在 是沒有燒的紅寶石 Evan它不是非洲的 是哪裡的 就是 那是緬甸它更不得了 李同學你應該賣走掉很多 無燒紅寶吧 其實我覺得 心裡越想越痛 不會啊 我還是有 對 我要把小孩養大 自己也養胖 很好啊 對 看你那個往事只能回味 是 怎麼樣 你也有紀錄 上個月 這顆不錯 你有看過嗎 沒 上個月家室的香港拍賣會 15顆 15顆 對 賣多少 妳知道嗎 多少 5.9億台幣 我們得錢 我們做得這麼辛苦 這顆都夠了 這一顆如果說 放到我們家存個20年 就行了嘛 對啊 12克拉 15克拉 15克拉 1504 這顆9克拉 我們算2萬美金 18萬美金對不對 不一定 你會一時好心 當然如果還是起來 但是如果算利息的話 已經增值不少了 9克拉 也是同樣這一場的那個 家室的拍賣會 有一顆9克拉的 賣了1億5千7百萬台幣 那你這顆厲害了 算了 秦小弟 如果不要說1億5 因為家室的錢很多 如果是有這個 你要做什麼 我要退休 遊山玩水 好 你先請我們喝個春酒 我們也會請你喝個春酒 你會告訴老婆說 喝喝喝喝 我原來賣的移會嗎 會啊 因為上電視我老婆就在看 她都看你們的節目 但是她長了十幾年 沒有講出來 因為怕老婆知道 所以借錢給人家周轉 所以這一顆在你們家 現在是剛剛公開的秘密 對不對 對 好 來 你們今天姐弟帶來的東西 都有意想不到的好價格 現在麻煩來寫一下 來 差一個錢 1萬塊獎金 如果是在老師獎的10%之內的話 哪一個 你剩 一顆 這顆 這顆已經 我是放你說不要直接剩一顆 因為 我們只能 沒有 沒有 估個試駕 好啦 要不然請老闆的價錢 2萬 我就算2萬乘以9 要是我會估個500萬 2萬 因為不要算加成 萬一它有什麼瑕疵 如果它確定是緬甸無燒的 那以它的品質價來講的話 9卡 這起碼也要 87 89 72 800 對 差不多要800 800 因為我怕裡面有一些是 它內含物比較多 內含物比較多 對 而且它搞不好有燒 對 因為我看這個 我不能再提示 如果無燒的話有這個價格 我告訴你 無燒有那個價格 你這個我看起來不一定有燒 各10 借我點一下 不好意思 這個人有點 錢太多不太會甩 各10 百千 百 十萬 直接寫那個 中文數字會比較快 好 這樣 我也覺得 應該有吧 對 那是有燒 應該有啦 我繼續問 這樣你可以退休嗎 可以 這樣也可以退休嗎 可以 今天太太突然已經知道說 家裡不能說的秘密 原來是這個 好 不管怎麼樣 不管價錢多少 因為九顆拉的紅寶 真的很少 等一下 我再跟你解釋一下這個圖 那個台座應該要怎麼做 好 它這樣做是 你先講 因為它確實 它的做法 跟所有的正常紅寶做的一樣 你先講 萬一它是假的 我就覺得你講不下去 你先講 那個紅寶 第一個顏色很好 顏色好的時候 它裡面因為全部都是 都內含物 所以整個霧霧的 那霧霧的怎麼辦 其實它在某一些角度 它也是可以通透的 這個時候我們做工要怎麼做 做工就不是 往旁邊發展而已 也不是底部要透空 增加那個亮度 它底部一定要像什麼 像鑽石 最好是像黃鑽 像黃色的鑽石 才能夠把紅色拖出來 所以你要做一個碗 這個碗裡面還要直接香黃鑽 讓紅的更紅 讓紅的增加亮度 真的啊 而且紅的會更紅 不會變成橘紅嗎 橘色是提升紅色 好吧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買鑽石的時候 就是orange nish yellow 對 價格就很貴了 有沒有 但是如果是那個brown nish brown nish就是 中 中色的就降低了 可是我跟你說 中的和橘的 其實真的一線之差 有時候用肉眼看不出來 就是要看得出來嘛 所以那個brown nish 跟那個orange nish 或者是那個什麼 red nish 就是說含有亮色系的 它的價錢就很貴 好 那你這顆紅寶石 它本身就要這樣做工 做起來的話 那顆紅寶石就很亮 很漂亮 這是我們最近猜的 相當貴的一個價格 你要買的也不便宜 來 你拿著 先拿著 不要揭曉 來 來 請見價 請見價 這個真的是不這樣子 跟各位說明一下 這個紅寶石 從精密的儀器去鑑定 EDX 用XRNX 我們現在是鑑定出來 這個紅寶石 目前它是有問題的 所以它的行情 大約一克拉是1萬塊錢 所以等於這一率是9萬多塊 然後這個台大約10來萬 不是一克拉2萬美金嗎 不過那是無燒 是因為這有燒嗎 那我們要佐證 因為這種事情是要佐證 因為要跟各位說明 我們待會兒老師會說明 國外的這種所謂的鑑定所 你怎麼去弄 首先第一個 我們把這個寶石 放在儀器上面 我們測出來的鉛 這個成分 PB 所以它是填充鉛的 對 因為我們發現它鉛 都測了三次 反正都是100個PBM以上 所以也許某一些像 某一些鑑定所的鑑定證書 並沒有特別去鑑定鉛 沒有這個儀器 好 那你可以看這邊有PB 這個圈邊也有PB在這裡面 就是鉛 PB就是鉛 而且我們測的量 大概都是在100個PBM以上 而且我們做了三次 所以我們就懷疑它可能 一彎天然在紅寶石裡面 不會有鉛 而且有的話也是很量很少 120個人就鉛 它那個都算上百了以後 所以我們就懷疑 所以它這麼大顆 9克拉紅寶石 到底填了多少鉛 不多 我們大概都是100個PBM 這邊有數字 我們這邊下面這個PBM的鉛 就是168 168的PBM 我們對PBM沒什麼感覺 除了對於計算那個毒物以外 對 所以說一般來講 大多天的紅寶石幾乎沒有鉛 而且有一點是120PBM 味道這麼高 我們為了證明說 我們拿了一顆 就是說這個紅寶石 這是沒有加熱處理的 天然的 有國際的證書 然後我們把它重新 一樣的儀器打了以後 沒有發現鉛的存在 真的 好 就是我們用這個儀器 可以讓你看一看 就告訴你 X光 其實如果有個寶石 最好用有GRS的證書 那我們會建議 像這麼大的紅寶石 送到瑞士 送到瑞士的庫布林建議所 或SSEF會比較好 瑞士建議所 這是莫山比克的 對 沒有錯 莫山比克 我要是緬甸這顆也了不起 但莫山比克這一顆 它也不少錢 真的四克拉多 對 現在行情 現在好像你表示講 我假如說真的各位去尋求 所謂的叫無燒的紅寶石的話 那可以就是說 考慮一下去買那個所謂的 莫山比克的 目前這個行情 大約這樣四克拉多的 150萬 160萬 可能到最多200萬就解決了 就是 就可以找得到 差不多 緬甸的三分之一價錢 對不到一半 三分之一價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為了許幸運 他們還要證明 我們這裡有數據 讓各位看一下 它完全沒有籤的存留 就是說真正的應該是不能有籤 或者很少很少 是不是我們這個攝影機 可以拍著 找不到籤 這顆莫山比克就要100多萬 不過現在我知道 你只要去問無燒的 全部都拿莫山比克出來 有就不錯了 是的確是這樣子 像我今年的1月 也就這個月來月初 我到緬甸去 他們當地 我就問他們說 你怎麼都看不到 一顆莫山沒有燒 我們說一顆人代表 當地的人搜 有人在搜購 一個一顆拉都沒有燒 戈血紅的話 就5萬美金 對 在Mogo當地 國際外面就2萬了 很合理 對 而且Mogo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 在某些舊營樓裡面 看到有一顆拉的戈血紅 無燒的 只要你能確定 趕快買起來 對不對 因為確實是有存貨 對 這個又少了 差不多又回到大約 10年前到15年前 台灣的鄉下一個狀況 很多人到那邊去找 冰種的手桌 冰種的標件 冰種的什麼 以下切掉了 我們先買完再收好了 對 這就好像我們曾經發現 在台東買200塊 變12萬了 對 它還是冰種了 那我們繼續講 鄉下有很多紅寶石 早期他們買的 對 有的已經歇業了 他的保險箱還在 就像說我哥哥已經退休了 保險箱還在 打開 什麼保護都有 因為你知道一個銀樓 要賣到光 要處理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們哪天去找你哥 你覺得 沒有啦 這我先去來了 對 歡迎各位來 但是我們可能請各位喝茶 把它整理一下再說 因為我們所看到的就是 今年有色寶石 它的風雲會再騎 已經很明顯了 對 連教授都說很明顯 他自己還跑去緬甸參風露宿 緬甸到這邊 還吃 住都不錯 好 所以問題就是 他有幫你簽 請問我們台灣有沒有辦法鑑定 這個很有簽的 有 其實你可以叫 可以請吳老師送到 我們剛才那個 請大家幫忙去找GIS GIS也是可以 不然至少你要有GIS 對不對 其實要送不難 就是幾千塊的問題 是 不 這麼大顆不是幾千塊 真的嗎 要算抽損 他不是算一個 他算越大顆 價格越高 這麼大顆 我不是要花個幾萬 然後再接電視他有簽 他有書流量好 好 那非常謝謝秦氏姐弟 要祝福你們 因為主線留下來都是增長值錢 下次不要借人家錢 我知道你會去被老婆罵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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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